今天的登書王文明 出書王文明 報芽 報銀 報效隆 一起照顧您的口腔健康 我是三寶 牙醫 吳醫師 今天是2024年12月26日 是今年最後一個週末 六日 禮拜六、禮拜天 吳医师在干嘛 吳医师今天来到台北 最有名的医师之一 叫林静医医师 他本身是哈佛的博士 他本身是北一毕业 哈佛拿到PhD博士 所以就美国的部分 学习是最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2024年 最后一个周末我们在干嘛 我们还是在上课 我已经从礼拜一上到礼拜五的班了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 就在这里 以上课 这是两天的课程 主要是学什么 我们在今年年初跟年中的时候 主要是学习 欧洲那一派用字体骨来补骨 效果是非常好的 用自己的骨头补自己 垂损的地方 港股效果是第一名 欧洲是古典医学的起源地 可是现在的科技在哪里 最强的国家就是美国 所以美国 我们想到美国就想到什么 Google 想到特斯拉 这种科技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次来上课 也就是为了学最新的东西 因为老师本身是从美国出来的 他本身也是美国现任的 哈佛的医学院 亚医学院的 教职院 打开哈佛网页 他教职院里面就有他 每年那么多毕业生 能够拿到哈佛的教职院 也是不简单啦 所以美国东西有什么最新的东西 就是今年才引进台湾的这个 GIN21S GIN21S 这个是今年2月3月才过 未属正号 今年7月才来到台湾 就是最新的东西 最新的产品 从美国来的 这个是生长因子 生长因子 长什么 生长 就是长什么 所以他主要是利用基因工程 从模拟人类学校版的再生因子 学校版的再生因子 所以他是用基因工程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是有未属许可 今年7月才到台湾 所以老师用了几个月之后 有一些心得 有一些感想 所以在年底的时候 开了这个课 所以我们就赶快第一时间来报名 虽然已经快到年底了 我很多朋友都已经在什么 准备快跨年了 要准备放假 准备再玩了 可是我们本身也有家庭 我老小孩子也要准备考试 可是为了什么 为了最新的科技 最新的产品的使用方式 有一些美国 所以我们就来学最新的东西 我们希望给病人最好最新的东西 就是来学这个 我俊成的叫生长因子 血小版的生长因子 这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第一个 牙周病 长骨头 第二个 直牙 长骨头 第三个 牙肉 萎缩 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它什么都可以长 你有缺的 缺肉 它可以长肉 缺骨头 可以长骨头 以前牙周病 用的是另外一个材料 叫Andogen 可以打到这里 用了 我从我学年时代就有了 所以已经用了15、20年这种产品 旧的Andogen 这个产品 它是用猪的牙幼脂 或者是提炼出来的东西 它在长骨头的时候 以前这20年来都是用这个产品 就是好像也是Promant 那个肢体公司研发的产品 它对亚周病长骨头 之前是standard 也是标准 我们都会放Andogen去长骨头 可是有时候长骨头 效果有限 这比较可惜 所以 过了20年 有没有更好的产品出来 有 就是这个 Genging G1 再来老师 就是在这半年的使用 因为我们都是要过胃熟 症耗的东西 医疗的东西 都是要许可症 才可以用在临床 老师这半年的使用 有新的 也可以用在一些严重压椒病以前不可能 流的压齿 这方面 老师使用之后 觉得 还是可以长得不错 所以我们就是要挑战 不可能 挑战以前觉得一定要拔掉的牙齿 我们现在有机会 用新的材料 去让骨头 长出来 有时候我们水雷射治疗完 骨头又长出来 里面卡了还是很多 肉压骨汁 我们就把它拿掉 我们就补这个 GIN21 配合骨粉 下去长 老师的今天来说 长得是还不错 所以 而且长的速度也是很快 这是非常好的产品 他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唯一的缺点是新的 生长因子 精英工程的东西 就是贵 这样一盒 耗架要2万块 配合骨粉再剩 这样子 所以整个 光材料费的部分 给厂商的部分 不要2万块 医生 手术的费用 还有其他的费用 所以加起来 事实上 费用是很高的 所以有时候补一颗牙 两颗牙 光材料费就要很多了 费用很高 如果病人要好的东西的话 我们 当然 我们可以用 可是要知道怎么用 所以我们才是第一时间 赶快来 来学这个最新的 亚洲病的 最好的东西 我们已经慢慢淘汰 一些旧的 那种 那种产品 已经用20年 效果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那我们可以用 比较新的东西 那有意愿的话 我们就可以 配合这个 和亚洲病 补骨头的东西 来配合 使用 来让以前不能流的牙齿 都可以流 在指甲部分 也可以用来 张骨头 张骨头的效果 也是 很好啊 所以这种科技 来自于哪里 科技性的产品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美国 所以今年7月才到台湾 所以我们也订了一些 产品 给我们 诊所的患者使用 所以我们身为医生 就是要不断的学习 即使 即使 已经快 年底 再过两天就要跨民了 你要去哪里呢 这周末 你在做什么 我在上课 所以 还是 谢谢大家 对我频道的支持 我们身为医生 就是对我们 自己的病人 要好好的 掌握 所以 学最新的东西 给患者 这也是我们 作为医疗人员 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最大的责任 这样才可以把病人 如果有病人有需要 我们才可以用 更好的材料 来照顾我们自己的患者 好 谢谢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跟分享 拜拜 新年快乐 亚药宝 找三宝